定期练习C瓦核心练习的好处 当您在Silva Ultramind ESP系统中学习时,能够使用天生上帝给予的直觉,为什么要达到非常深的层级呢? 这是为自己的全面成功做好准备,你一直在生活中积累信息。 您可以使用信息做出决策并指导您的行动。 你越深入就越受益,您将能够做更好的设定。 如何进入强大的Alpha层级? 我们建议您至少每周练习一次C瓦核心练习。 进入你的核心标准方法是3-1的方法,3放松身体,2放松心理,1倒数进入Alpha层级。 阶段三是身体放松,从头到脚练习放松你的身体。 阶段二是心理放松,你可以练习可想象平静和安定的场景。 在海滩上度过一天可能是一个宁静而安定的场景。 钓鱼一天可能是一个宁静和安定的场景。 场景也可能是在美丽的夏日在树林漫步。 在心理上将自己投射到理想的放松场所一分钟,就像您在那里发呆了一个小时一样。 阶段一深层倒数练习。 每当你放松完了身心,想进入更深层次,更健康的心态时,练习深层倒数。 从25-1,或从50-1,或从100-1。 和西西瓦为了帮助小孩的学校成绩开始研究心理学, 研究导引她到催眠甚至于开始用仪器探测大脑电流活动, 也就是脑电波图或称AGE for short。 她自从14岁就开始修收音机, 借着心理学、催眠、音乐及电子学的经验使得她能解读出脑部互动中的电流频率, 以及与人类心智及行为间的作用关系。 使用AGE她发现,成功人士在遇到问题时都经由Alpha脑波层级, 来分析资料以及寻求解决之道, 她觉得这一切都能说通了, 因为Alpha脑波是最强大稳定而且最跟大脑同步的频率, 最强的电路就是最耐久最少电阻的, 也就是最好的思考方式。